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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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始了 好喔 今天我們要來試用我們的老挖鏡 要順便一起開箱 因為 因為我們就是 我已經買了好幾個禮拜 然後就是為了這個專案 因為我們之前也有拍過是品川染的 等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那個影片 可以看一下開頭蠻酷的 已經放在開層了 然後這一次就是剛好要 也要再拍一個我們設計好的一個場景 就是來順便開箱順便使用 直接開一個 我現在有個袋子 還有一個完全沒有裁縫客的一個箱子 其實蠻重的 我們這次買的是 EF Mount的 剛好可以配 等一下就會看到我們的攝影機 我們今天這個場地 我們就使用C70 然後也是EF Mount的 好 我要來畫開了 剩下的就是 保修卡 這也是中文 中文的 因為之前我是他說 是從國外網上買回來的 但他保修卡是 中文的 所以可能還是中文 可能還是大陸買回來的 其實這個鏡頭已經用過蠻多次了 然後 之前一直沒有買 那其實使用的頻率蠻低的 只是最近剛好 覺得有專案好像剛好 你在拜啊 就器材控 就想要買一下 這樣子 第一次開箱這個東西 之前 都是直接拿來用的 露出頭 其實這也是個便宜的鏡頭 只是 還是 有新鏡頭還是很興奮 然後其實 我後來 上次拍也是後來才知道 就是這顆鏡頭的光圈很小 最大是14 所以其實我們的光要很充足 所以你看我們 剛好 可能會用到 Apture 1200D 鏡頭裡面是這樣 我記得它裡面 它是可以發光的 它的LED燈是可以發光的 XUSB 對XUSB可以發光 但應該用不到吧 因為它這麼亮 然後這個發光有什麼 我就覺得沒什麼批用 好大概就這樣 然後其實也沒什麼特別 就是一個很 它就是一個用途很特殊的鏡頭 所以之後我們 拍好了 或是等一下我們在拍攝的過程中 就可以看這個 拍攝起來是什麼樣子 大家在忙 我們剛剛那個 用老挖鏡拍攝 告一個段落 我們大概花了 四個小時吧 拍了一個鏡頭 就是剛剛 各位看到那顆鏡頭 不容易 還要好多人一起完成 結果還不錯 滿滿意的 呢 給我 我們去找個點 我們去找個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